Hello,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小七继续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多肉 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养殖一些多肉 多肉也是比较的小巧,非常的漂亮 叶片胖乎乎的,非常的可爱 今天小七要跟大家介绍的多肉叫东美人 是景天科的一种后车连署的多肉植物 又叫东美人和桃美人、新美人 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叶片形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这类多肉真的是太皮实了 非常好养,特别容易养活 不怕晒,不怕热,甚至还不怕寒冷 东美人在冬天的时候温度只要不低于三度 放在外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三个月不给它施肥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枝条比较壮实 就算放在光照比较差一点的地方 东美人也是可以成活的 它自己也可以繁殖 枝条上碰掉下来的叶子 掉在哪里它就会在哪个位置生干发芽 会长出很多很多的小苗 非常的漂亮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颗东美人 这个是三个头 下面长出来了好多个小的 这个就是它的叶片掉落下来 自己生干发芽的一些小东美人 看到了吗?这种多肉非常的皮实 不用去管它 这个是坏掉的叶片 看一下 下面全都是小的 好几个头 非常的漂亮 其实东美人的小苗和其他的小苗一样 有一定的浮盆期 只要顺利的度过浮盆期之后 就会加速生长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生长的比较慢一点 后面长好了就一样了 东美人长是慢的话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盆土的问题 是不是太板结了 另外看一下它的根系有没有生长好 如果根系没有生长 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 东美人的长势自然就会比较慢一些 我们可以重新换一下土 重新修一下根 再栽种就好了 这个时候它生长的就会比较迅速 有的话有说 东美人怎么养才能养得更壮 变木质或变老妆 我们在养东美人的时候 一直放在室内 或者是封闭的阳台呢 或者是光灶不充足的角落 导致东美人凸长 而且呢很容易像一侧长枝条 甚至会导致叶片脱落 或者是变成光杆 或者是长出气根来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缺晒 缺少阳光 浇水啊 就是太多了 它的桩子呢 就会特别容易断掉 而且呢 枝条呢 不是木质化 所以啊 大家在养东美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尽可能的让多肉呀 多晒晒一下太阳 增加一下光照 控制一下水量 少浇水 让它的枝盖变成木质化 如果你的东美人凸长呢 还是建议大家 给它露养 盆土呢 要舒松透气 有草碳灰 有颗粒 在外面养上几个月的时间 就会爆盆 哪怕是小苗呢 也会长得非常的快 控制好水 增加光照 东美人就会长得更漂亮 更迅速的变成老妆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